現在呢我們開始呢 全新的開始 我把這些節目通通都丟掉 也不需要模擬器了 好那我們來這裡 一樣找到我們的擴充功能 網路廣播 我們剛剛不是有在這裡嗎 對不對 我們現在麻煩大家 我們只要是同一個頻道的 我們就訂一個頻道 比如說我們今天 是那個 T好了啦 用一個T 然後呢 今天的日期0320 我們就 一起用這個頻道 這樣OK嗎 好然後 你看我先從這邊 丟一個 從什麼頻道接收訊息就好 老師你們先用這個 T0320 這樣 好然後呢 有這個節目之後 我們希望 收到的時候 有一個怪獸可以講出來 你就看你要哪一個怪獸 還記不記得怪獸在哪裡 是不是在上面有個進階 怪獸控制這裡 講什麼內容 有沒有 但是不是跟我講卡洞 要 講什麼 收到的訊息嘛 所以把這裡丟掉 然後你找回廣播這邊 廣播裡面有沒有接收到的廣播訊息 好你幫我先做這件事情 這樣就好了 可以囉 T0320 來還給你 現在 你按了執行 就是你寫好按執行 因為 頻道沒有人在講話 自然就沒事 那我把 這裡 假設我來 按一下 怪獸 只要我把 怪獸按一下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 當滑鼠點擊怪獸 點哪一個怪獸 來 我在這邊 我把它分開 把它分開沒關係 我點紅色好了 我就發出一個 這裡 我就在這裡 網路廣播 有沒有像某一個頻道 發送什麼訊息 像這樣 好那我的頻道是不是要跟他一樣 我要接收也要 發送同一個嘛 好比如說這裡寫 我是 紅色 怪獸 好 OK 那我執行喔 我執行的時候 你們沒事 因為我要按下去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按紅色怪獸 來 你看我自己有沒有收到 你看看你們的 來 看看你們有沒有聽到 這一個 請問你們的有沒有出現 對不對 因為你一直在聽嘛 這樣了解了嗎 請問這樣我們可不可以溝通 了解了 好所以你可以試試看看 在怪獸控制裡面有一個當滑鼠點擊 喔好我再按一次來 有收到嗎 如果沒有收到的 我換另外一隻怪獸好了 我換另外一隻 我 再多按一個那個 黃色的好了 因為我的內容要變你才會覺得 我有按出去 來 好現在我按黃色的 有沒有 我現在按紅色的 有收到的嗎 所以你有沒有感覺我們在用Line聊天是不是也是一樣的道理 我如果跟你在同一個群組 講了你才聽得到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基本概念 好 好 OK 謝謝你